大家好 歡迎收看8月27日星期二的收視角Round 再我陳議題 和大家總結港股開放 市場繼續關注中美貿易的LIGA 港股昨日急賽近500點後 今日走勢反覆偏遠 雖然恒指已高開35點開局 但很快就到跌 全日維持住宅幅波動好淡增持的局面 最多上行84點 最多下行98點 收報25664點 跌了16點 跌幅不夠0.1% 國指高開12點 收報9996點 到跌17點 跌幅0.2% 大肆成交金額928億元 權重股份當中 騰訊的表現相對抗跌 未升0.1% 其餘重股股全面受壓 匯控港家所有邦下跌0.2%至0.8% 內需股份走勢極端 新州和恒安在籃籌中跌幅居前 分別下錯4.4%以及2.4% 萬州表現完全相反反達4.6% 位居籃籌的榜首 木偶就創到上市的新高上行2.8% 港度預入股份 現代木業中期紐規圍營 賺超過1億元人民幣 股價狂飆1.5% 收報1.23元 體育用品股份表現相當強勢 安踏創到66.2%新高 收升5.4%領跑國子股份 另外李寧創到23.2% 52週高位收報22.8% 升2.9% 部分教股股份亦是向上關最多新高 中期盈利有2億0100萬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3.4% 每股派中期息3.6分 按年增長3.3% 估計大升7.6% 特別關注到家園國際公佈業績 中期純利有11億2560萬元人民幣 按年提升10.1% 上半年未經審核合約銷售額87億2300萬元人民幣 總銷售面積約有68萬7千平方米 毛利率上升1.9%去到34.7%的水平 而負責比率就較去年年底大降51.5% 集團表示毛利率增長是受到6月30日為止 6個月交付揚州的街原西風九歲 以及街原宇潤貴府等項目帶動 相關項目為集團帶來較高的毛利率貢獻 今日的收視講round 先到這裏 明天再見